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表示 中国已敦促美国认真履行其国际义务 并就在其国内外的军事生物活动做出澄清 据媒体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美国已恢复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活动 尽管美国已对该计划进行了更名 但俄方声称该活动的实际性质是生产生物武器部件 针对这些报道 王毅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迄今未能为其军事生物活动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并阻挠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的多边谈判 美国是世界上生物军事活动最多的国家 也是唯一拒绝接受核查的国家 国际社会对此早有严重关切 遗憾的是美方除了空喊几句口号 迄今没有做出有意义的澄清 不仅如此 美方还继续独家反对 旨在建立核查机制的多边谈判 从根本上关闭了解决尊约问题的大门 甚至连谈判打击生化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 这样明显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倡议 美方也极力阻挠 季节多变换 保护家人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啊 虽然你已经施打过了新冠疫苗 但特别针对Omicron病毒的二价疫苗 却更多了一层的保护 还有孩子的防护 也不可以马虎 尽快去接种疫苗 让全家安全更安心 教生医疗中心先提供各类免费新冠疫苗接种 我们在Almonte等多个地区均有服务站 详情请咨询626-286-8700 Peytoni握述 3-4500 4-4500 7500 4500 5500 4500 7500 5500 6600 7500 7500 7500 8500 7500 900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